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影片说明哦 影片开始前 先给大家看看我的行程地图 路线有两条 先从右下角到昆明开始 先是上到丽江 然后大大宇邦村 最后回到楼沟湖大理 接着再从大理开始转上西北线 一路沿着鹿江 来到老摩登村 丙中落 最后回到昆明 这路线来回共3000多公里 从地图上看 宇邦和丙中落很近 但却无法直接跨越 因为中间隔着避落雪山 虽然有一条刚刚开放的德庚公路 贯穿德庆的贡山 但这路却常常塌方 事故是关闭 时间不好掌握 所以要去丙中落 只能先回到大理 再继续西北山沟江 好了 这就是我的行程地图 来吧 各位一起出发吧 中午雨点 飞机从吉隆坡起飞 下午5点抵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下了机 在机场买了电话卡后 便坐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 然后搭了9个小时的夜班软卧部火车 去了丽江 第二天清晨到了丽江火车站后 就拼了车去丽江客运站和旅友见面 然后就一起搭了4个小时的巴士 去了香格里拉中店 到了中店后 我们打电话给客栈老板来接应 当晚就住在那巴海 我们下老板租了两辆单车 就开始迎着冷风 环半湖那巴海伊拉草原 但那巴海晚上温度骤降到零下一度 太冷了 我们无法入睡 所以隔天吃了早点后 我们就赶快搬去迪青县城入住了 一早 我们和另一个旅友在酒店门口见了面后 就一起拼了酒店人员 帮我们安排的车去了德庆县 飞来斯 飞来斯不是寺庙而是地名 真正的飞来斯位于距离德庆县城约蛇公里处的滇藏公路边 人们习惯把寺庙周围的村子称为飞来斯 去飞来斯需要4小时20分钟左右 途中师傅放我们在奔子兰镇走走 白马雪山观景处拍拍照 大约下午3点多到达飞来斯 我们找了住处 环境还算不错 有阳台 我们吃了饭 修了洗 拍了照 就等待明早的日照金山 一早 大伙赶在7点20分前 走上客栈的阳台 看日照金山 而我却跑去不远处的观景台 因为那里视野更好 是个摄影的好地方 虽然天气很冷 但观景台里面已经满了人群 我架好了脚架 接上快门线 就等待地道金光的出现 当天早晨的阳光 被雪山前方些许的乌云给遮挡住了 尽管撒在梅林雪山上没那么金黄 但已经很震撼了 拍完照 吃了早点 我们准备就绪前往雨泵村 其实来云南前 我在网上共拼了三个旅友 还有一个就住在我们入住的时光魅力的隔壁 卡瓦格伯酒店 他包括自己共带来了六个人 其中一个严重高反 去不了雨泵村 剩下的五个人 我们将在上山途中集合 我们拼了客家安排的车前往三十多公里路程的西当村停车场 也就是雨泵村的入口处 早上十点十五分抵达后 我们开始徒步 先是上坡十二公里 到有海拔三千七百米的南中亚口 然后是下坡六公里 上坡路多是原始森林 美景多在下坡路 路上偶尔可看到马帮经过 地上也随处可见到罗粪 我们拍照加休息 四点四十五分到达上以坡村 用了六个半小时 到了上以坡村 我们住在徒步者之家客栈 进了房小时一会 我们八个旅友们来个丰富的大拼餐 可能太饿了 东西都觉得好吃 不以毁的功夫 食物都一扫而空 夜晚降临 我们几个摄影狂人在温度接近四十零下时 还溜出去拍星空银河 今早 大伙们依旧在七点二十分前爬上了客栈的阳台 去目睹上以坡村的日照金山 今早的能见度比昨天还更通透 万里晴空下 美丽雪山面称母风被造的金黄一片 目睹了金山过后 我们把行李放在客栈 带了一些干粮 背着小包和丹反 一起吃了早点后 就向我们第一个景点 冰湖出发了 今天比昨天的路况还稍微累一点 但应负重减轻了不少 相比之下 和昨天没什么两样 我们这一组早上八点五十分出发 中午十二点五十五分到达冰湖 沿途经过孝农大本营 路上除了美景还是美景 孝农大本营是攀登美丽雪山主峰 陶尔格勃的登山大本营 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 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至今仍无人成功攻顶 1902到1996年间 英日美中的登山队多次尝试攀登军告失败 包括1991年的中日联合登山队 当时中日方在内供给17人全部遇难 最后2001年正式立法 永久禁止攀登卡瓦克勃峰 可想而知美丽雪山的凶险 我在雨崩春时 时不时还会听到雪崩落下的声音 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啊 不由让我对大智能强大的力量 树然其境 上山太累了 我没拍照 只能下山忙着不拍 回到客栈时 已经是傍晚六点了 一早 旅友们在上雨崩春拍了全体照后 其中四人和我们告辞 往道成雅町去了 剩下我及其他三人留在雨崩春 今天的目的地是雨崩神铺 我们先到距离一公里处的 夏雨崩雪龙客栈存放行李 及吃早餐 安排好住宿后 背了小包及单反 就往神铺方向去了 和大家来谈谈这个雨崩春 雨崩春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之之州 德庆县云领乡雨崩景区境内 梅里雪山山脚下 因地理环境独特的关系 人烟稀少 全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 雨崩徒步路线是中国境内的一条 十四级徒步路线 被绿友们誉为徒步者的天堂 有人说 这里是桃园明笔下的世外桃园 也有人认为 这里是香格里达的缩影 我去的时候 这里仅能通过人马一道徒步 和骑落进入 虽然现已开通让越野车进入 但如果你受不了越野车的刺激 建议你还是选择徒步的方式 比较妥当 早上十点四十五分出发 停停走走 用了四个小时左右到了省铺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左右 回到客栈 早晨 当最后一道金光洒在 免池母风和五本风后 我们收拾行装 向宇崩春告别 在我们进入宇崩春时 走的是西当路线 今早回的时候 走尼龙路线出宇崩 这样就走了个宇崩大环线 尼龙路线出宇崩 突经宇崩河谷 尼龙峡谷和兰昌河谷 尼龙峡谷旁近是河桃源 秋季的色彩斑斓散落在山河谷 山河谷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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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